《星針》 阻别者的老公 呃... 晨诞作战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在军队 它作战的那个比较特殊的 一个作战形态 那现在来讲 城镇战的作战形态 越来越普遍 因为从这个美军 在伊拉克回家 犯了一些状况 你会发现 只要部队进到 城镇的区域里面 都会发生这样的一个 作战形态 那城镇作战来讲 这个在术语上面 英文术语上 MOUT 在城镇地区的军事行动 那像以往来讲 其实一个名词 就叫巷战 其实也是一样 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 作战形态 除非大规模的空袭 或者是这个火炮的空袭的方式 我把整个城镇毁掉 那除了这种方式之外来讲 通常你都要耗费很大的兵力 才能够进行这样一个 空袭的作战 你可能是要 一个街区 一个街区的肃清 然后而且要把它确保安全之后 你才能再向前推进 尤其是以现代来讲 城镇区里面 很多是高楼 这些隐藏的地点 位置就非常的多 所以它的 作战环境是非常复杂的 不管是在街道上面作战 或者是你要进到建筑物里面 去扫荡的时候呢 我没办法一下投入大兵力 所以我必须用小部队的作战方式 来执行这个作战任务 那城镇区战我们刚刚谈到的就是说 有这么多的特性 跟一般我们传统认知的 作战方式不一样 就发展出来所谓的CQD 近距离战斗 或者是称为限制空间战斗 这样一个战术 那这个CQB的战术 其实我们简单看起来的话 大概会分成几个作战方式 就是它会需要有攻坚 然后会需要有爆破 还有侦查 比如说搜索房间 那还有伪装跟狙击 跟近距离的游斗 这几个大概都会运用在CQB的上面 传统野战会按照原植物 下去做作战的分配 但是城镇战会依照建制武器的不同 来做分组的作战 分成突击 掩护 支援 下去做分拳指挥 然后独立作战 相较跟城镇战比较化 城镇战可能是由一个单一平面构成的 城镇战会有多维空间 不同的建筑物 不同的高度 建筑里面复杂的程度 甚至我们的地下空间 或者是我们应该考量的范围 城镇战是一个射击不利发扬 观测也比较多死角的地方 做防御攻次的时候 就会利用一些阻障 来弥补我们的射击死角 甚至观测的死角 大部队进入城镇战以后 部队会被这些街道或建筑物去分割 那小部队我们着重在旁边间的沟通 透过不断的练习 地上的家屋去练习到 进入家屋后 我的班长该如何只会掌握 单兵前去搜索助亲敌人 一般单位 我们可以利用简易的沙瓦 或者是三角锥加上横杆 更简单的话 就可以在地上画出我们建筑物里面的格局 跟这个建筑的大小 来建立不同空间的建筑物 让官兵了解到人员进去该如何走位 再结合到实际上的演练 就会比较顺利 那官兵也会提高比较多的信心 在城镇座战里面我们看这个竹屋扫荡的时候呢 其实队员之间的一个或者四官兵之间的一个默契就非常重要 因为必须随时掩护你的队友 知道你的队友会怎么样反应 因为当我要竹屋住清每一个房间 你进到一个房间都是一个新的位置的空间 你要面对一个新的位置 所以彼此之间要互相掩护 所以这个在CQB里面来讲默契是一个很重要 那还有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说 因为你是进到每一个走道或者是每一个房间 那都是一个位置的状况 所以你必须要培养这个快速射击的能力 你快的能够判断你面对的突然出来的闪出来的人影 究竟是敌人还是友军 那你必须要做一个快速的判断 所以这也是CQB里面必须要培养的一个作战的能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